在评教方面,学者比我专业,我评教是不专业的,有的时候,我能评得好喝不好喝,你说我要从专业学科上讲学这些人。 我把它讲得很仔细,讲得很深入,我讲不出来,但是我能讲学这些就是大开的风格,风味的讲出来,这是我自己的一个,我自己定位这样子的。 实际上就是说,我很简单告诉你这个酒,好喝不好,你相信我觉得好喝,那基本上很多人的酒说,你觉得好喝。 很多现在酒有现在的想法是什么?很多好好的酒有,根本就不喝酒。 收藏分为两部分,比如收藏便现,就是咱们这个酒要有价值,这个价值分为就是饮用价值,这个酒要一放也好喝,放出来这个酒就有价值。 另外,哪一天,我们手上,谁都不知道一辈子哪天有钱哪天没有钱,那外天有个乱呢,对吧,有困难的时候呢,那我们都是能变成硬通货。 能变成票子,对吧,能解决我们燃美之急。 比如说我在16年我也成了十九万胞胎,那17年我就把它卖了。 我觉得硬通货能变钱,能变钱在那边硬通货就分为几内。 比如说打个比方,那你在我这边来的大群山,那你可能只能在我这儿才能卖了,或者你在朋友圈里面卖了。 就是它的变形空间有,还是有的,但是空间相对要窄一些,要窄一些。 对,那剩下的就是它,窝台一类的,钓鱼台一类的。 它的变形空间也相对于还要窄,也比我们大空山会好一点,比我们自己的品牌就要好一点。 三月四方山就是明酒系列,我说明酒系列,茅台系列下面的古风系列。 去年我当时就说过一个话题,我就说这个茅台王子酒。 我说你当时谁要是有胆子放,我觉得敢保证翻翻翻嘛。 现在已经翻翻了嘛。 还有现在,去年前,我们就听说,降酒挣扎一三系列提价。 去年前就我知道了。 有的时候我也没钱,过年的时候我又放一波活动。 第一个是手上资金难,第二个粉丝做点活动。 我们把那些活放完之后,我们成名长了,我们也只有长。 现在茅台镇整个行业长价,长价从鸡酒一开始长。 有的酒厂就专门生产鸡酒的,它就没有自己品牌,只做贴工,贴牌。 或者甚至是跟明酒厂提供鸡酒。 所以你鸡酒全部都长大,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。 到我仓库里面的酒,我能保证的时候可能长不了。 那仓里面的酒,你再装的时候,第二批,第三批货的时候,价格就不一样了。 今年长30%,现在我们来马停货。 已经提了。 对,第一提价了。 农商都现在提了。 我知道,说现在经销商好,他们需要的量,需要有体量,才给产家更好的谈政策。 但是这个体量,你不能全货,不能绕乱市场。 你绕乱市场,厂家都是经销商的法款,力度是非常大的。 比如摘药,一箱摘药,轻的可以发给你两万多,重的可以发给你十万二十万的法款。 一箱摘药,全货。 现在锅头要重点打击。 重点打击。 我们上海有个这样的细胞大区。 只要这个是这个。 安徽那里的人说,福阳那里的酒上说,一万块一瓶。 当场酱,十瓶里面九瓶半是假的。 全部是用低度换标的,这个酒太清楚了。 一万一瓶,这个酒是很贵很贵的。 几年见不到,见到的都是假的,这就一点都不好喝。 这玩个瓶子嘛,这个瓶子。 不买瓶子? 老酒绝对不能喝,好喝不好喝。 很多酒,还是有一个瓶子之前。 这个瓶子就没有酒了。 就买瓶子。 它是一个。 它有的时候,到一定时候就是文物价子。 对。 你说随西特业这酒。 你知道吧,这次出了一瓶三花酒。 五三六的广西三花。 对,桂林的嘛。 七十年代的,二十啊,出掉。 这个酒到一定时候,它是一个爱者无价。 你喜欢它,只有一个的时候,无价格。 大个比方,我们家母三个都喜欢。 你想出一万,他想出两万,他想出十万。 最后,喜欢的人,其实以财力,就是我喜欢它,我不管多少钱, 我就把你拿下来,挨走无价。 那种七十年代的那种是光模,上面没字的。 这种要造假的话,现在它们东北那里。 就直接把你这个酒放,瓶子弄完以后, 它给你里面挂甚至比原酒还好的酒。 给你就直接挂了,它不卖了。 对,它不卖了。 对,它不卖了。 对吧。 所以说,你这个酒,你说的就不好, 你挂了二十万吗? 你去买一个瓶子。 不就买一个瓶子吗?二十几多的酒。 你放了五十年,这个酒。 能用我们都已经不错了。 它里面有个瓶子,爱东西爱得有个瓶子。 就是我要把它五三优,已经收到五十二优的时候了。 最后这个五三优,最后这个一一优的时候, 我也只有这一瓶。 里面可能没酒了,就这个瓶子了。 要买瓶子吗? 十万还是你得咬。 哈哈哈哈。 你都来了,你都说到点瓶子。 你都说到点瓶子。 你都说到点瓶子。 比如说七宝大区这酒, 我告诉你,我们上海人以前喝, 人家都说这酒有什么好喝啊? 我再告诉你,那个说眼了一点, 我们说近一点。 现在已经是从马羊猴鸡狗猪, 到现在已经到牛了, 已经七个了。 七个了, 但是第一次马年生产量比较大一点。 马年倒是不太受欢迎, 羊年产量就小了, 猴年要多一点了, 那去年就跟那些后面业的也多了。 但现在你想把这些抽齐, 在七个抽齐里面, 鼠年啊什么, 我们打个比方, 这些有百万个。 但是那个羊跟马只有那么几百个。 我和你说个转子啊, 就我身上的啊。 因为很多上海这里的经销商科, 我官司都挺好的。 为什么呢? 因为当时, 我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帮我他们, 买东西。 当时买茅台, 因为当时网上什么六百五百甚至都出来了。 便宜的很难收。 对吧, 真的是很便宜很便宜, 你回收, 没人收啊。 当时这个是没人要的。 没人要的。 求得你买, 街上市买茅台, 抓一抓生销给你。 你要买福的茅台给你生销。 当时, 你听我说, 当时, 所有的专卖店, 不得低于七百五卖。 谁低于七百五卖, 马上把街上市都是砍了。 当时就遇到一个大环境, 正好是白酒队销条的意思。 当时那种军区茅台, 你知道是怎么卖, 什么驻港部队就卖两万多了。 我真不和你瞎说, 当时部队里卖出来以后, 直接把下面的字刮掉, 就当虎毛吧, 当时虎毛能卖多少钱? 他四万多钱。 人家王里都不收, 所以是大了。 是, 那两年是这样子。 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? 从鸡毛开始起来的? 16年, 16年开始稳住了, 上半年稳住了。 几年开始, 17年开始走上来了, 16年是稳住。 这个玩酒的人, 跟马文贵一样的很痴迷的, 只要看得行。 很好钱的。 很好钱的。 反正现在, 他现在, 基本上很多五十三优的, 他也会认了。 感觉比一线还专业。 是, 七十年代的, 他这个剪得多了就好了, 手中是剪得多, 要接剪得多。 大光磨的, 我是怕。 有的时候, 我都要请教一下。 七十年代的, 好大人兵嘛。 那就根本你没法搞。 人家收一个真瓶子。 你听我说, 人家收一个真瓶子。 人家就用那个, 九十年代的, 人家给你帮。 对。 然后人家上一次磨, 人家不加色彩。 人家放了十年餐。 一个什么酒我忘了, 很老的一个酒。 没有磨, 有瓶子。 他拍过来之后。 四特,四特, 我知道。 方瓶四特。 那个谁做的钱? 我都知道。 大连的。 多少钱买的? 他那个瓶子在七七八八上买的, 四特的方瓶。 他这个酒买了以后, 他用了差不多同期的四特给你挂进去。 装满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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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装满以后, 人家这个做磨, 这个磨是大光火。 就上面梅子的有字, 你还好办。 你就怕这种梅子的, 梅子的磨。 然后呢, 他带麻了呢? 他不卖。 他不加色彩, 有些人去急。 有些河南那里造假的事。 哎呀, 我恨不得我今天造好假, 明天就卖出去。 他不用急。 他盘一盘嘛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他一盘自然养化。 自然养化。 放了一段时间以后, 他慢慢在脚头上拍了, 拍了很高下。 然后被人家发现了。 人家为什么说发现了呢? 那个酒, 方平跟斯特, 看上标上面, 那黑色的点是一样的。 你看你这个酒标上面, 一点都一样的。 对, 原来就是这个瓶子拍过来的, 然后瓶子就买了, 有酒了。 隔了很长时间。 他隔了很长时间。 所以说, 现在最猖狂的造假酒标是哪里? 东北。 最高技术的老酒, 在哪里? 东北。 但是呢, 他们呢, 他们只能把这个氧化盛住啊, 出售到五年左右。 他和真正的就是有三十年左右的氧化。 假的, 因为是假的。 但是呢, 这酒有一个比较好人, 有素膜的酒嘛。 有一个办法很好见解。 这个因为我和他们斗智斗勇多了, 所以说我还是研究出一些问题的。 因为他很多回收瓶子买来, 就是买来以后啊, 他这个瓶盖下面啊, 都有磨损。 因为他毕竟开过了。 他毕竟开过了, 上面有磨损, 有黑色。 那些造假的会怎么做呢? 用沙皮, 用刀, 去刮瓶。 一刮以后, 瓶是瓶的, 大毛槽。 一张有痕迹的, 一张有痕迹的, 就是假的。 就是我说的这种, 最高技术的。 因为他收来的瓶子, 都有一个特点。 现在这种老朵瓶子都不便宜。 都真不便宜。 他收来以后, 他这种, 抚琴的这种真瓶子, 收来一个都得千二八百。 遇到这种, 就是用真瓶造假的。 就看他那个下圈, 是不是有的很, 就是说刀刮, 杀给打。 因为他这种瓶子收来以后, 他这个瓶盖, 一定是用开过了以后, 一定是下面有痕迹。 所以说他为了把这个痕迹给遮掩掉, 他就会去杀去打, 刀掉, 刀刻。 但这刀一刻以后, 就拉狠。 就拉狠了。 对,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。 这是实战。 他们收来假瓶子以后, 他们做董酒, 放了十几年, 那些什么中间看不出的。 中间自己都打眼打了多少次, 现在下的钥子。 整个一帮的人在搞他们。 因为有市场就有人搞, 有价格, 利差。 价格这个利率是很高的, 比贩毒很厉害, 比心脏的还厉害。 那你甲挺糟了, 我告诉你, 真是你, 给你看。 有可能你都会答应。 肯定, 因为我对这个老一批的, 八几年, 七几年, 就特别说。 银酒寄到中间去, 不收钱, 退回来。 他不收钱退回来就是说, 他不能判定是真的, 也不能判定是假的。 他判定是真的, 他说你3%, 判定是假的也说你3%, 但是他吃不准的, 他就退回来。 他不收你钱了。 现在做假瓶子真的是他。 中间他们只是对十七大的产品, 可能相对要熟悉一些。 像对着那些固定的话, 他们可能就没怎么办。 这个行业, 你不要说你牛逼, 你牛逼别人挑战你。 我跟你说, 你是行业那家伙, 你说你见你牛逼。 他们这个, 专门就要给你八个人到你心里, 知道哪一天, 你说OK了就好了。 低调点了。 对啊, 包括那个什么, 我认识几个大师, 名字我就不点了。 就专门跟他吃假酒, 其实他们就是做假酒的。 你直接做到哪天, 哦,这就对了, 对了就对了。 其实假的还是假的, 你过来, 他也想像不对, 你发现的时候, 你已经吃亏了。 这个行业里面没有绝对的大师, 没有绝对的。 在北京几个大师在一起, 几个专家一起, 没有人敢说真的, 没有人敢说假的。 他们这个, 天外有天啊, 有人靠这个吃饭来。 嗯。 嗯。 对。